印度首都新德里街头满是猕猴 无论路边还是栏杆上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尽管当地人已经见怪不怪 但G20峰会将在当地召开 印度官方可不想让他们乱入 因此在重要路段树立他们最害怕的夜猴力牌 但就怕光靠立牌还不够 新德里又打算出动30多人扮演猴子 而且要求他们模仿夜猴的叫声 以确实吓跑迷猴大军 各国代表团将下榻的饭店 也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 不止房里的红酒水果等细节不能马虎 餐厅提供的菜色更要讲究 确保接待外宾时每道菜都新鲜上桌 而今年G20的外宾阵容 根据印度外交部说法 确定不会有俄国总统普丁 而是由外长拉夫罗夫代打 同时还有欧盟官员透露 中国也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 代替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峰会 疑似和近期的中印紧张有关 这个消息也免不了传到美国总统拜登的耳中 这也意味着今年G20不但不会出现拜习场编会 还可能上演创立以来首次端不出联合公报的尴尬局面 反映的也是美俄中印四国越来越大的分歧 华视新闻陈刚边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